接下来我们来学习Json这块内容 Json这一块就是我们结构化数据的一个典型代表 前面的时候我们应该在前面老师的课程里面 应该也学习过Json Json我们知道 把它里面数据转化成Python的字典 或者Python列表是非常容易的 所以说一旦在某些时候 我们发现某些幼儿地址能够返回Json的数据 那这个时候我们内心应该是有一阵窃喜的 因为我们出生起来非常简单 所以说后续的时候 如果说我们能够找到一些幼儿地址 它返回Json的数据 那我们就应该尽量的去请求这种幼儿地址 这个大家可以理解对吧 用它出去的方式比较简单吧 那么到底什么是Json呢 Json是一种数据交换格式 用于数据交互的场景 看这个红色字体 数据交换数据交互 这有两个字对吧 这是什么意思呢 什么是数据交换数据交互 我们想象一下前面我们所学习的Jungle 学习的Flask 我们Python做了后端对不对 然后呢我们前端是HTML 或者GS对吧 我们把后端数据传到前端去 这是不是就是数据交换 数据交互呀 我们把前端数据传到后端来 这是不是也是数据交换数据交互呀 能理解吧 那比如说我们后端有可能是Java 有可能是PHP对吧 那么前端呢也有可能是Android 也有可能是IOS对不对 还有可能是GS 都有可能 那么这些数据在前端后端 中间进行传递的时候呢 经常用的就是Json 那所以说呢 Json呢就是这样一种数据交互的格式 所在数据交换数据交互呢 就是前端后端 或者不同端之间数据的传递的时候 数据的传递就是数据的交换 数据交互就这个意思 能理解吗 比如前端后端数据进行传递的时候 其实就是一种数据交互 因为我们会把后端数据传到前端去 那么前端呢 也对应的会提交数据到我们后端来 所以这就是数据交换 对不对 所以刚好呢 Json呢也正是在这些场景中比较多 那么在Json之前呢 其实还有另外一种格式 就是我们刚刚所提到的XMR的格式呢 用的也是非常多的 那为什么现在Json用的非常非常多 而XMR用的非常少呢 那么这一点那种呢 我们等一下再说 那么现在大家只需要知道的是 Json在数据交换的时候呢 我们经常去用它 那么既然是在数据交换的时候 能够经常用它 那么问题就难了 我们在哪个地方 能够找到返回Json的URL地址呢 首先看第一点 把Chrome切换到手机页面 把Chrome切换到手机页面 为什么是这个样子呢 我们给大家再举一个例子 比如说我们拿这样一个豆瓣为例 你去看一下豆瓣 看一下豆瓣电影 看一下全部正在热映 我说怎么这么慢呢 看一下这个地方 这些电影都在这里对吧 这是最近正在上映的一些电影 大家看过这些吗 天天上自习都没有时间看电影 对不对 我一问19期 19期说都看过 看一下这个地方哈 但是呢 好好上自习是有好处的 有时候我们是在这里学技术对不对 就要耐得住寂寞对吧 搞学问也是一样 之前的时候呢 我有个大学同学 我在大学的时候呢 我刚开始并不认识他 后来呢 因为他是另外一个学院的嘛 后来呢 他是因为是脑箱嘛 所以就熟悉起来了 上大学的时候呢 我觉得他 就是那种 唯唯所所的样子 就天天戴个眼镜 然后呢 低着头走路 特别的就是那种 特别那种 不能叫猥琐吧 就感觉特别的 特别的辛苦的 艰苦的那种感觉 然后呢 他们那个学院呢 后来我就 本科就毕业了 然后他还在那儿 继续读研究生 然后呢 他成绩一直都不错 因为天天好好学习 好好上自习嘛 对吧 然后上学生的时候呢 刚开始的时候 也没有什么联系 那后来有一天呢 我看他朋友就发了一个状态 然后呢 他现在是非常非常厉害了 然后就 一直在写各种论文 然后论文呢 也得到了一些不错的 这个成果 然后呢 发的内容呢 质量也非常高 然后所以说呢 在 他现在应该也是 不是现在 就是我之前那段时间 他现在也是 这个研究生 应该早就毕业了 然后在研究生的时候呢 我之前看到状态就是 连续发了好几篇吧 应该有七八篇吧 都发到了 比较刘逼的一些杂志上面 这个刘逼呢 不知道怎么给大家解释哈 他好像应该发的文章 都发的是二区的 那二区是什么意思呢 这个论文呢 它分为好多区 它分为ABCD 不是1234 然后呢 一般的文章呢 可能就只能发个三区四区 就比如说水的 这种期刊 这比如水的期刊呢 其实没有什么含量的 就比如说 本格想闭个业 想去拿 想去比如说 竞选一个什么奖 这时候你发了三区四区 其实就够了 但是呢 他当时 因为论文写的比较好嘛 然后 确实做了一些不错东西出来 然后就发到二区去了 连续发了八篇 发了八篇 发了八篇之后呢 我们学校呢 是有那个 叫什么 就是会每一年都会评价 当前这一年 或者当前这一届 比较牛逼的学生 我们叫沉淀 杰出学子 对吧 可能呢 一年可能就凭十个人 然后呢 他是其中的一个人 然后他后来呢 他就发了一个说说 然后呢 他发了说说 这样写了 学校快毕业了 我不是 研究生快毕业了 然后呢 在这里该拿的奖 我都拿了 所以大家可以想象一下 所以说 虽然前面的时候呢 他也经常找我玩 我反正他找我玩的意思 其实就 就非常直接 就是可能 平时天天的在 在教室上自习啊 或者跟老师 在实验室 泡在实验室里嘛 就比较辛苦 比较艰苦 看起来微微缩缩的 这种样子 但是很多时候呢 确实要这样子 因为只有这样子 耐得住寂寞 我们才能够 收获一些东西 对吧 所以这里 大家也是一样的 不要总看着 别人天天天要在玩 那比如说 我刚刚提到一个问题 是吧 同学一下就回来上来了 我在另外一个班 问了半天 就没有人会 对吧 所以差别是非常明显的 那当然呢 也有可能 是我们的这个女同学 比较牛逼 对吧 之前讲到很多班 我都发现 女生学的比男生要好 不知道为什么 赖不住寂寞是吧 有可能 确实是这样子 这些电影呢 大家回去过年的时候呢 应该都 高清版的应该都出来了 等一下呢 如果大家不想等的话呢 等一下呢 下一个上课的时候呢 我给大家讲一下 如何去寻找 我们自己想要的资源 对吧 这个资源呢 包括任何资源 对吧 我们做一个刨农工程师 不就是去寻找资源吗 对不对 任何我们想要都可以找到 那回到这个话题上面来 我说是电影 就是这种电影 刚刷的电影怎么找 大家不要想歪了 我们来看一下 刚刚这个地方 我们请求这个地址 对那响应在这里 对不对 我们前面是不是提过 当我要使用暗器 发送关于这个 幼儿记者请求的时候呢 我们得确定 这个响应里面 是有我们想要的数据的 对吧 也就是这个响应里面 是有我们想要的数据的 如果这个响应里面 没有数据 那说明 我们不应该请求它呀 对不对 这个能理解吗 如果这个幼儿记者里面 没有我们想要的数据 我们是不应该请求这个幼儿记者呀 那说明数据呢 在其他幼儿记者里面 我们应该去寻找 其他的幼儿记者 对不对 所以在这个地方呢 我们就需要确定一点 当前这些电影信息 在这个幼儿记者里面 有还是没有呢 如何确认它有没有呢 比如说 前任三 这个电影电影 信息 我们得确认它在里面有没有 怎么判断呀 是不是搜一下就可以了呀 我们控制F一下 前任 这里是不是就有的呀 大家看一下 然后呢 这里下面也是有的 对不对 那说明什么呢 说明这些数据呢 在这个响文里面是有的 所以说呢 我们应该请求这个幼儿记者 对吧 那么刚刚我们也说了 当我们把Chrome 切换到手机板的时候 能够返回 节省的幼儿记者 那么下面呢 我们来尝试一下 做一下这个事情 把它切换到手机板 那可能呢 是这个样子的 我们在这里嘛 这个地方直接切换的 我们刷新一下 我们发现这个页面是没有变的 对不对 为什么这个样子呢 因为有很多时候 有的页面 当我们要把它转成手机板的时候呢 我们需要从它首页进去 它首页是手机板的时候呢 点进去才是手机板 你解吧 我们再点一下 movie 还是刚刚的 影院热音 这个地方 还是这些电影 在这个地方 对不对 那对应的话呢 我们去Network这里看一下 Network这个地方呢 大家可以看到 有如此多的请求 对不对 也是一样的 我们得确定 第一个响应里面 是有我们想要的数据的 还是没有的 对不对 也是一样的 我们来搜一下 Ctrl F 前任 我们发现没有 在Response里面 我们搜中文 发现它没有 是很正常的 因为在Response里面呢 很多时候这个中文呢 都是被编码的 所以说我们在里面搜中文 往往就是搜不到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可以考虑 去Preview里面搜 那Preview里面怎么搜呢 也是一样的 在Preview里面呢 它会把中文呢 转化成 我们肉眼看到的中文格式 而不再是编码之后的内容了 所以我们在里面搜中文 往往是能搜到的 前任 我们发现呢 还是没有 难道在它里面 中文也搜不出来了吗 对不对 如果在它里面 中文也搜不出来 我们该搜什么呀 我们可以搜英文加数字 因为英文和数字呢 它是不会被 经过任何操作的 对不对 不会被任何的编码的 对吧 所以我们直接 比如说我搜一下这个5.8 5.8 我们发现没有 对不对 我们去Preview里面搜一下 它里面是一样的 不许这里也没有 那这没有 那说明呢 当前这个URL地址 对它想要里面 就没有我们想到的数据 对吧 那问题又来了 我们想到的数据 在哪个地方呢 我们前面是不是说了 不在当前URL地址里面 就在其他URL地址 对它想要里面 对不对 那么前面是不是讲过 某些数据 它可能是在想要里面的 那某些数据呢 可能是通过GS生成的 对不对 那这个地方 大家就需要敏确一点 这个地方的数据 不会 为什么呢 因为这地方数据非常多 大家看一下 比如说这个标题 比如说这个图片名字 评分对不对 这信息非常非常多 它不可能 这页面上所有数据 都通过GS生成 用概率非常小 往往通过GS生成 比如说一个架管 一个验码数 它可以通过GS 来对应的 生成一个对应的URL地址 但是这个地方 数据比较多的情况下 通过GS生成的概率会非常小 所以说对应的想应 有可能在其他想应里面 对应的数据 有可能在其他想应里面 所以我们就应该去 尝试寻找一下 这个数据到底在哪个地方 那怎么找呢 我们前面也提过GS CSS以及图片 我们是不用管的 对不对 把CS GS 以及图片 这些URL地址排除之后 其实也就没有多少个请求了 对吧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 这里面没有 GS CS CS GS 对吧 那看到一个PHP 我们看一下 响应 这里面好像也是一个GS的内容 对不对 那么接着往后看 这里也是一样的 这个Image是个图片 对不对 不用管它 这个也是图片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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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这些unicode-u开始的unicode对吧 我们点到preview这里 然后点到它展开一下 我们发现了这里面好像有些数据 比如说这个电影对吧 是不是就是这个呀 说明它是在里面的 说明什么呢 当前这个数据呢 当前这个内容呢 就是我们想的数据对不对 所以说当前这个URG值呢 才是我们应该真正请求的URG值 那这个时候大家需要注意点什么呢 刚刚呢 我们在这里看这个请求对不对 我们从前往后看 可能有同学觉得 这太麻烦了 有没有更简单的方式 能够帮助我们快速的 找一下这个请求呢 对不对 大家可以看到 左下角这个地方会显示 我们当前请求这个页面 的URG值一共发了多少个请求 一共50个 这是比较少的 我们可以看淘宝 看京东 可能会发送两三百个请求 对不对 那我们从前往后看 不是很麻烦吗 对不对 那这个时候呢有两个方法 第一个方法呢 我们是可以在这里多选的 这里的地方 表示什么呢 表示每个请求不同的格式 比如这个请求是XHR 这表示是一个阿甲克斯请求 那后面这MediaFund 还有 还有GS 就表示这个GS 然后这CS就表示这个请求 这个CS 大家可以看到 当我铁龙它的时候 只会返回这些内容 对不对 那我们知道 GS 就是CS 以及Image 我们是不用管它的 对不对 所以说在这个地方呢 我们相当于去 可以勾选什么呢 勾选除了这GS CS 图片之外的其他内容 对吧 那怎么勾选呢 我们多选就完事了 对吧 那我们选中了它 我们还想选中它 怎么选呀 是吧 按着Ctrl就好了呀 这些会计键 大家应该都是会用的 对吧 按着Ctrl 那么Mark下面的按着Command 就可以选中了 那么这个时候呢 相当于我们在一定程度上 去排除GS CS的图片 对不对 但大家可以发现 虽然说我们排除了一部分 但是这里呢 仍然有一些GS CS在这里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地方呢 只是我们浏览器 它根据URL地址 来推测 来猜当前这个响应的 当前这个请求呢 是一个GS请求 或者一个CS的请求 但它往往 才并不准对吧 那比如说这个CS 它就没有过滤掉 你理解吧 那说明什么意思呢 说明如果说 我们通过这种方式 也有可能 我们真正想要的某些数据 被它给过滤了 对不对 所以说这个地方呢 我们可以再这样尝试 但是呢 可能效果并不是特别好 特别是在某些情况下 仍然可能 会把它给忽略掉 所以这里大家 就需要注意到 我们可以这样来做 它确认过滤一部分 但是往往呢 它可能把我们想的那部分 也给过滤了 因为这个地方 不是特别好使 那除了这一点之外呢 我们还可以干什么呢 我们也一样的 可以在这里search of file 对不对 那比如说search of file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搜一下前任 大家觉得可以搜到吗 可能搜不到的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刚刚看得非常清楚 那个中文呢 不是这样的文字 而是unicode的形式 对吧 所以这个时候应该怎么办呀 搜一下数字和英文 对不对 比如我们搜一下5.8 是不是搜到了呀 说明我们的响应呢 其实就在这样 这个里面 对吧 我们可以把鼠标 我们看一下这个URL地址 比如说这是 subject的collection 对不对 那对呢 我们去找一下subject的collection 就可以了 对不对 SU SU CT 对吧 是不是就可以起到一个过滤的效果呀 剩下这两个 这两个是一样的 两个是一样的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相当于告诉大家的 就是如何去寻找我们想的URL地址的 比较快速的一些方式 但是其实我个人更喜欢什么呢 我个人还是喜欢在这从上往下看 我也不喜欢在这点 我也不喜欢在这 search of file 因为search of file 往往就搜不到 然后这个点呢 你有可能会把我们想的给 把它给过滤掉了 对不对 所以我们可以在这从上往下看 从上往下看的时候 可以可以想 这么多内容 你把我眼睛都看瞎了 对不对 所以说呢 这个时候应该准备一瓶眼药水 对吧 那没有办法 这些GS3S的这些东西 我们其实都不用管的 其实大家可以从上往下看一下 满眼看过去都是图片 GS3S 那这种图片GS3S 我们都不用管 实际上其实没有多少东西 对吧 那这是一些方法 我们都可以尝试 那么最简单的 有效的还是从上往下看 那比如说 我们知道它反复的是 有这样一个 节省 好像是节省 但大家可以注意到 其实并不是节省 为什么呢 因为前面有这样的东西 看见了吗 冒号 不是封号 节省PE 括号扩起来 然后呢 后面有一个逗号 一个括号 对不对 这个节省要么是看起来像 看起来像Python类型的 要么是一个看起来像 Python列表 要么看起来像一个 Python字典 对不对 但这里看起来并不是 所以说呢 我们还需要对它做一些处理 那怎么处理呢 拿到这样一段内容 我们怎么把里面的接层字符串 提起来的 是不是正能表达的事啊 那除了正能表达的事之外 其实我们有更简单的方式 我先来看一下 比如说在这个地方 那我们来请求一下这个URL地址 大家眼熟一下这个URL地址 看一下这个URL地址 有没有找到什么有用的东西啊 在这个URL地址里面 有没有一些东西 让大家觉得似曾相识的东西 看见了吗 大家这个眼神一定要好啊 call bug等于jsonpe对不对 call bug等于jsonpe 刚刚我们在这里看到了 是不是就一个jsonpe啊 这地方有jsonpe 这个地方有jsonpe对吧 这里呢 这个jsonpe马上来说啊 先说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大家看到这个地方的样子 其实并不是我 并不是它原本的样子 如果大家来请求这个URL地址的话呢 就会发现它就是一堆字符串在这里 那这个地方呢 我用了一个插件 这个插件叫做jsonveu这样插件 大家也可以装一下 它效果呢就是 实现对这种响应 如果这个响应的是json字符串的话 你对它做一些格式化 格式化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我们可以把它折叠起来 折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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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能看到更加清楚一些 更加直观一些 这样一个插件 大家可以装一下 那么回到刚刚的这个地方的 code bug的jsonpe 它在这个地方 对不对 那么我们看到 这是jsonpe 这里就是jsonpe 那我们如果这里是jsonpe 那那个地方就是jsonpe 对吧 我们可以试一下 你发现呢 确实是这个样子 对不对 那jsonpe 1000这里就是p1000 对吧 确实是这个样子 对不对 那是不是我们不要它 这里就没有了呢 我们回来看一下 诶 确实就没有了 对不对 那此时此刻 它肯定就是一个非常完美的json 对吧 因为前面json 什么什么jsonpe什么的 都完了都没了 对不对 所以在这里呢 大家需要注意到 后续在很多时候 我们都会发现 有一些URL记者里面 包含的有code bug 对于jsonpe什么 或者就是code bug 对于什么什么 这种 像这种的话呢 我们都是可以直接把它占掉的 理解吗 它是没有什么用的 然后得到的话呢 我们刚好得到一个非常完美的json 所以说除了刚刚我们所说的使用正则 来提取其中的json之外呢 就是更简单的方式呢 就是把URL记者里面的code bug 等于什么给它删掉 就完事了 那么删掉之后呢 我们看一下这个URL记者 这样一长一串 对不对 这个URL记者里面 比如说最后面有一个下包线 对于它 这好像是一个时间戳 对不对 有用吗 不清楚 删掉看一下 我们发现还是这个样子的 对不对 这里还有一个locid 对吧 也删掉看一下 我们发现locid 必须得有 对吧 不能没有 没有的话数据就没了 对不对 那么看一下前面 有这样一堆 OS等于什么 是吧 也删了 我们发现它也是可以不要了 对不对 那么剩下呢 就剩下这样三个 三个参数 三个见证对 对不对 然后呢start等于0 count等于18locid 先看locid 这是什么呀 猜一下 翻译中文叫什么 什么意思呀 locationid 对不对 位置的一个id 对吧 所以说比如说当前我们看是北京的数据 所以说这个肯定是北京的相关的信息 对吧 北京的一个id 所以它是必须得有的 那这个start和count又是什么呢 start表示是当前页 那count表示是数据量 是这样吗 我们不清楚 不清楚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多翻几页就可以知道了 对不对 那比如说呢 我们在这里进行下过滤 那可能有同学想问 你这个过滤这个小符号是怎么来的呢 过滤这个窗口是怎么来的呢 要点一下这个node就来了 看一下吧 点下个node就可以了 我重新刷新一下 那么看到这是当前 这是start等于0 count等于1 是吧 然后往下翻页 现在变成了什么呀 start等于18 count等于18 大家可以想象一下 我们接着往下翻 变成什么效果呀 start是变成36了呀 所以这个时候大家可以想象一下 当前豆瓣这个地方 它翻页是怎么翻的呢 是不是就根据start和count 来决定如何当前是第几页的呀 如果当前这个start是0 表示当前是第一页 我们要第一页的数据 就18条 如果start是18 表示了我们已经 之前已经取到18条数据了 我们下面要取剩下的 是前面18条之后的剩下18条数据 对不对 如果这个地方我们就这样往下翻 如果下面还有的话呢 那应该这里就是36了 对不对 但是下面好像没有数据了 对吧 这地方就没有了 所以就这些 那么这个时候大家可以想象一下 之前我们在我们的这样一个将沟项目里面是如何翻译的呢 在将沟项目里面如何翻译的 在flask项目里面如何翻译的 这个问题呢 其实可以想象一下 有个面试官可能经常就会问这种问题 你的翻译是如何实现的 对吧 当用户点了一下这个翻译按钮之后 你对应的GS如何变化 当然如果不考GS的话 对应的数据库是如何变化的 对不对 可能都会有这些问题 所以大家可以想象一下 其实很多时候呢 你看到别人是这样的做这个翻译的事情的 其实我们后续如果做外部后端的话呢 我们也可以跟着他一样 去模仿他来实现这样的功能 对不对 也是非常简单的嘛 对不对 我们给每个数据编个号 从G0号一直到最后一号 对不对 如果我们方算起来URG START对你表示我们要把最开始的某些条数据给他返回来 返回多少条呢 根据看了自动的决定 对吧 如果看了就是18 那么从0开始 你就把18条数据给他返回来 如果这个START变成18了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把从18开始 一直到 一直加加加加 再加18 这样一共18条数据呢 再给他返回去 对吧 是不是可以这样的进行翻译呀 那么 这是我们根据URGSTART来决定如何给对方返回数据 那么URGSTART那个地方是怎么来做的话呢 怎么来做呢 那地方压根就是前端的事情了 对不对 其实也是通过JSON能够非常好实现的 对吧 这是关于这个地方 那在这个地方我们知道之后呢 我们知道确实可以把我们的电脑来切换到手机板 能够返回对你的JSON数据 对不对 然后呢 大家这个时候想象一下这样的问题 每一个网站我们把它切换成手机板 都能访问这件数据吗 肯定不是 对不对 那比如说我们看一下这个百度 搜索 点一下检查 然后重新刷新一遍 也是一样的 我们得 确定 我们比如现在到这儿 比如说一个python 刚刚我们说的是python吧 随便说一个 在这个地方在他work这里 对吧 我们得确定当前URGSTART上面 当前一面上的数据呢 是不是在这个响应里面的 如何确定啊 也是一样来搜一下对不对 那比如说我们搜一下这个什么呢 搜一下welcome 如果说我们在里面能够搜到内容 那说明呢 数据其实就在当前对那响应里面 对不对 如果它不在呢 说明是有可能是通过GS生成的 对不对 我们来看一下 这是不是welcome topython .org 对不对 这段内容大家看见没 是不是就是这样的内容 说明数据其实就在里面 就在tm字符串里面 并不是在json里面 并不是在json里面 所以说呢 并不是每个页面 我们把它切换成手机板 都能返回json 但是呢 大家也需要注意一点 就是我们发现 我们可以在很多时候都来尝试一下 当前这个页面有没有返回json的数据 因为如果说 当我们点一下那个按钮 点一下这个按钮 把它切换成手机板 如果它真的返回json的数据的话 对后面我们写代码 其实会简单很多 对不对 我们只用把它转换成一个python的一个字典 然后就可以重新提取数据 对不对 所以在这里呢 是一种非常值得尝试的一个操作 所以在后续的很多时候呢 如果我们再去写旁边的手段 就应该先看一下它手机板 到底有没有返回json 对吧 有返回json的话呢 我们就去请求json 那么还有另外一种方式 是抓包手机app 那抓包手机app的这个事情呢 我们放在后面再去讲 我们平时在工作中呢 可能用的并不是太多 来抓包手机app 因为app的数据呢 往往是被对方加密的 对吧 那加密之后呢 我们就获取不到app上面的数据了 对不对 而解密的话呢 相比我们去看gs 可能更麻烦一些 gs这些字符 这些我们都学过 它都在这里 对吧 都在搜索里面 但每不是怎么操作 我们都能看见 但是别人数据如果在app里面加密之后呢 我们要看起来就更困难一些 对吧 这是这个地方 就是我们非常清楚哪些地方 能够返回json 那么最简单直接的是 我们把chrome切往下手机页面 就可以做这个尝试 那么我们接着往后看 知道在哪里能找到json之后呢 那么有一天我们真的遇到json 那么要怎么办呢 我们就要从json中提取数据 对不对 那要从json中提取数据 我们就要把对应的 这样一坨json字符串 转向成我们想要的python类型 对不对 这样坨json字符串 我们想把它转向成python类型 那这个事情应该怎么做呢 我们前面肯定也学过json的方法 json nodes和json dumps json nodes和json dumps呢 就是那个实现 json字符串 和python类型的一个转换 对不对 那么下面呢 我们来使用这个URL记者 来做一下尝试 那么新建一个py文件 我们写成02 tryjson 那import一下json import一下request 那么把URL记者放过来 就是这样子的对不对 我们使用request呢 来请求一下这个URL记者 是不是对呢 就能获得到我们想的响应呀 那response来接受一下 那这个地方呢 我们放个headers过来 那当然我们可以调用在parseURL里面的 这个parseURL对吧 我们调用一下它吧 parseURL 然后呢把这个 fromparseURL import parseURL 来这里用一下它 不再request了 那么URL传进去 是不是能得到一个响应 这个响应呢 肯定是一个json字符串 对不对 有了json字符串 我们就要使用json.lose 把json字符串 转化为python类型 那这边我们来尝试一下json.lose response 这地方不应该是response 应该是htmstr 因为前面我们已经把它转化成 htm字符串了 对不对 在这个parseURL里面 是不是已经是response的 可能的decode的结构了 所以在这里呢 我们直接是htmstr 那么用write1 来接受一下 那这个地方呢 我们print一下rte 然后呢我们再来print一下 rte的type 跑下程序看一下结果 拍子02 我们来看一下 这是不是一个dict内型啊 刚刚它居然还出现一串心慌 好像有次寻求失败 对不对 但是没有关系 它反正是寻求成功了最终 对不对 在这个地方我们看一下 这是字典内型对不对 这是一坨字典 这一坨字典可能有同学讲 看着太不舒服了对吧 这么一大坨 看着也不方便 那有没有什么方式 让它打印出来 能够更好看一些呢 这里呢就有另外一个方法 这方法呢非常简单 叫做fromppprinter importppprinter 那ppprinter 我给大家看一下 我们使用ppprinter 来打印一下这个rte 看一下效果是什么样子的 是不是就比之前看起来好看一些啊 他做了这样一些格式化的处理 我们看起来更加方便和舒服一点 那这个时候大家能够明白 ppprinter是干什么的嘛 这个p是干什么呀 pretty的意思对不对 美化的说出 我们刚刚在学习gs的时候 不是也有这样的东西吧 pretty print对不对 这里也是这样的部块 所以后续大家想在终端里面 说出内容 让它格式更加清楚一点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使用ppprinter 它不仅能够来处理这种字典的数据 对于列表的来说 它也是能够处理的 打印的非常美观 那么刚刚呢我们学习了这样一个 把使用jsonnose 把json字符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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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对应的呢 还有一个方法叫做json dumps json dumps 能够把python类型转化为json字符串 那么哪些地方我们要把python类型转化为json字符串呢 哪些地方我们要尽量做一个操作呀 是不是我们把数据写到文本的时候 我们就要这样做了呀 那为什么要把数据写到文本的时候就要这样做呢 比如说我们要为之打开一个文件 为之open 比如说 duper.json 然后呢 达米方式写入 而是f 叫write writ write 一个ret 我们知道ret呢 它是一个字典 对不对 我们想象一下 我们可以写一个字典进去吗 大家没有试过吗 之前 我们想象写个字典到本地 能不能写呀 那我们尝试一下 大家不清楚的话 这个时候是不是报错了呀 write argument must be str not dict 对不对 写的时候呢必须是一个字母串 不能是一个字典 那这个地方呢可能就有问题了 对不对 我们不能直接这样写 它其实我们非常清楚 必须把它转换成一个字母串才能写 那转换成字母串 那我们再尝试一下 json.dumps 就是把一个pass 就是把一个pass内型转换一个字母串 对不对 那么 再来重新的跑一遍这个程序 看一下结果 好 在这个地方 我们看一下是不是一个duper json 是这个样子的 看一下这一坨数据 很多时候呢 我们在写爬入的时候呢 我们 爬了很多数据 那这个时候呢 产品经理说 你爬了很多数据 你给我看一下你的数据的样子 是什么样子的吧 然后你就把这个拿给他 这个时候呢 他应该会提出测量来干你 对不对 所以说我们其实可以 最起码让这些中文呢 让它写成中文 对不对 你看到里面中文 是不是都不是中文呀 那如果要让中文 显成中文该怎么办呢 我们可以添加一个参数 这个参数叫insure ask 等于force 默认情况下 肯定insure ask 是等于true的 对不对 就会保证你们的编码 可能是有ask码这种方式 进行编码的 那么当我们现在添加insure ask 等于force的时候呢 就如果说这个写的内容里面 有中文 他就会显成中文 不再进行ask码的方式 进行编码了 那么重新跑一面程序 看一下结果 诶 这个地方报了一个错 这个错误之前是不是遇到过呀 这是什么错呀 是不是写的内容 它是一个utf-8的编码格式 所以我们打开文献的时候呢 需要使用utf-8的方式打开呀 现在一个utf-8就好了 重新跑一面程序 那么这时候呢 我们再来看一下 这个时候中文是不是就中文了呀 但这个时候呢 仍然是不是特别好 为什么呢 大家看到这个符号 这个符号是什么意思呀 这个前面的这个箭头是什么意思呀 右边这个箭头是什么意思呀 是pycham里面的换行 对不对 我们当勾取呢 这个soft web current file之后呢 它就会把当前的这样一个文件的进行一次换行 换行之后的效果就是这样子的 但其实它真正的文本的 是只有一行的 对不对 这看起来是不是也不方便呀 你可以到产品心理的时候 产品心理估计也是不开心 对吧 那这个时候可以怎么办呢 我们可以在保存的时候呢 对它做一些换行 对它做一些格式化 对吧 那这个的时候呢 我们也是一样可以添加一个参数 叫indent indent的效果等于2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效果是什么样子的 indent的2效果就出来了 这个行在上一行基础上空两个 这一行在上一行基础上空两个 这一行也是空两个 这地方也是空两个 这地方也是空两个 说明什么呢 说明它的下一集在上一集的基础上呢 都往后空了两个对不对 然后做了一下换行 这样看是不是更加清楚了呀 你交给别人的时候呢 别人肯定也是看得非常舒服的 对不对 那同样的大家可以看一下 当我把它写成4的时候 也是一样的 那只是空的格更多了 对不对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地方 是不是格更开了呀 相比刚刚那个样子 对不对 所以这个地方呢 就是insure ask和indent 等于4的这样一个效果 这个效果呢 大家可以记一下 后续呢 我们后续在很多地方呢 都可能会用到这两个参数 那可能这个时候大家仍然有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呢 就是 但是我记得前面咱也学过一个方法 这个方法呢叫做 str的方法 对不对 我们直接可以str r 对不对 为什么我还要使用jason dumps 对不对 对不对 我们直接确实可以使用 htr把它强制转换了一个servature 那只不过转换的时候呢 我们没有办法对它进行一些额外的操作 比如说insure ask indent这种操作 都是没有的 对不对 所以说呢 我们使用jason dumps 就能够让这个效果变得更多一些 对吧 那可能营兰团有问题 什么呢 我们前面是不是还学过一个方法 叫做evo 呀 那前面为什么我们得到一个htr servature 为什么我们要jason notes 把它转换一个python 那些呢 为什么不使用evo了 对不对 是吧 为什么不使用evo来做呢 因为evo呢 对于这种字符串非常小的情况下呢 它确实能够处理 但是当我们这种字符串 非常多的时候 比如说这个地方 它是字典签套列表 列表签套 字典再签套列表的情况下 当这个签套比较多次的情况下呢 evo它是处理不了的 你解吗 所以说我们通过jason呢 就能够非常完美的解决 这样一个问题 那可能又同样有问题了 刚刚呢 我在这里 把字符串 写入的时候呢 把它转成一个字符串 同时呢 对它进行的意思 这样操作 填了一些换行和空格 转成这个样子 这个样子 我还能把它读出来 转成一个字典吗 可能有同样有这样一个疑问 对不对 那么下面呢 我们可以再尝试一下 我们再去位置 open 把它打开一遍 把它改成r 对不对 读它 那么f.read read 那read之后呢 肯定是个字符串 对不对 那我们用个r1t2来接受一下 然后我们使用jason.lose r1t2 我们print一下它 我们使用个 r1t3来接受一下 然后print一下r1t3 那print一下type r1t3 我们看一下结果是什么样子的 看下它真的能否把它重新读出来 我们发现的确实可以的 对不对 还是圆在字典 还是圆在这个调样子 对不对 就是这个地方 所以说什么呢 所以说其实我们在使用jason.dumps 的时候 对它添加了一些insure ask的参数 以及internus的效果 它仍然是一个jason字符串 仍然能够把它非常完美的读出来 是不是 所以这个地方大家不用太担心 那通过这里的代理你们看出来 什么呢 jason.nose和jason.dumps 它其实是一个互利的一个操作 对不对 它其实是一个互利的操作 对吧 我们使用nose 把pass内型转化成 把字符串转化成pass内型 那么dumps呢 把pass内型再转化回字符串 它们是一个互利的一个操作 能明白吗 这个地方 可以明白 那么在这里 大家还需要注意点是什么呢 观察一下 刚刚我们写到本地的这样的jason字符串 大家有没有发现 里面有些非常有意思的东西 有没有发现里面有些有意思的东西 有看到什么吗 什么东西吗 会发现里面都是双引号 看到吗 所以说呢 在这里呢 我要写一条 jason 注意点 首先第一点就是 jason里面的字符串 都是用双引号引起来的 双引号 引起来 那如果说 不是双引号 他发现一个字符串 他并不是用双引号 引起来的说明这个jason字符串 就不是一个jason字符串 你解吗 那如果说 不是双引号 该怎么办呢 这个时候呢 我们可以使用evo 这个方法 我们前面是不是说过 evo这个方法 能够帮助我们把 看起来像拍子内心的字符串 转化回去啊 他能够 能实现 简单的 字符串 和拍子内心的转化 这个方法大家之前应该学过吧 学过吗 学过是吧 那么刚刚说 evo这个时间简单的 当它嵌测的太复杂 太严重的时候 它就转化不了的 那这个时候可以怎么办呀 我们可以使用 replace对不对 我们是不是可以把里面的单引号 替换成双引号 把单引号 替换为双引号 就可以了 对吧 那替换成双引号之后呢 那就是json字符串了 对不对 如果不是双引号 就是单引号的情况下 它是不是一个json字符串 那替换成双引号 就是一个json字符串了 可以理解吧 所以在后面大家也需要注意到 就是 我们json字符串里面 都是通通的都是双引号 通通都是双引号 是这个样子 好 那么我们刚刚所学的内容 是关于python里面 json字符串 json字符串的方法来使用 那么大家先下个休息十分钟 下一个我们接着讲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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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